我是宋家的外侍,伺候老爷十五年,竟是主母,生子连连,可后来,夫人难产而死,老爷忘了把我扶正的承诺,另娶了二八年华的新家人,我抱着我家夫人给我留下的银钱,突然觉得,这府里不带也罢,夫人死了,她四十岁怀了投胎,小心翼翼保了七个月,终于还是早产,她死得太难看。 血都流光了,亲子的胎儿露着一个脑袋,卡死在两腿之间,连装裹的衣裳都不好穿,恍惚间让我想起跟她的初见,那时节,我还是青楼的花魁,她是宋家的夫人,我的故事很俗套,好赌的爹,懦弱弟娘,嗷嗷待哺的弟妹,眼闪金光的牙婆来村里转了一圈,我就和三两老银做了交换, 尚在懵懂间,人就进了妓院,她的故事也俗套,清正的爹,温婉的娘,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喜气洋洋的轿子在街上兜了一趟,她就和少女时代说了再见,规规矩矩的,成了人家的心腹,就我俩这人生,本不该有交集,直到她儒雅的夫君走进了我所在的妓院, 后面的故事就更俗套了,她的夫君对我一见钟情,跟我欢好万千,共同许下连离比弈的誓愿,手牵着手,就要对抗全世界,她的公婆当然不同意儿子那一个青龙女子为妾,太伤风化,与一位风的年轻人热血抗争无果,只能替我赎身,让我当了外侍, 当时,我16岁,她21岁,她是大家出身,很贤惠,得知此事后,没哭没闹,反而努力劝公婆接受我,她说,那新娘生儿不幸,陷于泥中,是世道之过,其与小小女子相干,况且,如今比身归于我宋家,万一将来怀孕产子,难道要咱们的骨肉流落在外吗? 那会儿,公婆大约是没料到老爷后来的子嗣艰难,咬死了不愿,结果就让她一语成衬,我很快怀孕,很快难产,还恰好赶上老爷出门赶考,三月不还,我躺在床上,疼晕过去好几回,隐约听隔壁的吻婆说,胎位不正,是难产,可我没娘嫁,没婆嫁,没夫君,更要命的是, 连钱都拿不出两串,正当以为此命休已时,夫人来了,夫人容貌其实平常,但养尊处优,肉皮而白的喜人,一身好手势这么一陪衬,五分的美人变成八分,再一开口,在我眼里就是十二分的角色,她说,这边生产了,怎么没的人告知我,快去旧爷家里借她的帖子, 上程西请妇科圣手陈兴川,陈兴川,我知道,是宫里出来的太医,最擅长逆转不正之胎,但这人性子很巧,看人下菜碟,不是名人不出山,夫人的兄长,是有名的书画大家,若能借她的帖子,去请,我活下来的可能性就多了一半,我知道我应该跟夫人说声谢谢, 给她磕几个响头,但是我当时太疼了,疼得我满脑子都是死了算了,实在无暇顾及,而等我好不容易生下的那个八斤三两的孽障,夫人已经走了,再然后,我们母子就被接进了宋府,原来,那日夫人匆匆离去,就是为了向公婆告知我馋子的喜讯,公婆大喜,再被她一怂恿,就松了口,同意把儿子连我都接回去照顾, 我等于是儿子的一个天童,这由不得我不怀疑,夫人要对我使手段,迟早把我去母留子,但我很快就发现,我这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夫人的确把儿子抱走抚养,我心里难过,但没意见,儿子记在她名下,比记在我名下强得多,她对我也不赖,好房子给我住,好饭菜给我吃,好衣裳给我穿,婆婆看我不顺眼, 她就笑着把话支开,逢年过节,娘家给她送来新鲜的果木不匹,她也专门给我留一份,所以,等老爷赶考归来,见我白白胖胖,恢复如初,都惊呆了,拉着夫人的手,惭愧地说不出话来,嗯,我见惯了耳于我诈, 不由得又开始猜测,夫人这是准备两面三刀,借刀杀我,所以我咬牙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又被婆婆强行抱去养育,我正垂泪时,夫人却借机说服了全家,花钱去府衙里削了我的剑脊,给我办了正正经经的那妾宴,这下子,连宋家上下,都不能平白无故地卖我了, 我受宠若惊,欢天喜地地给夫人磕头谢恩,她却不要我贵,依然是那样和颜悦色,叫我好好伺候老爷和公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俩的关系,后来,老爷给我讲了一句文化,叫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俩大概就是这种君子之交吧,他客客气气地待我,不吃醋,不粘酸,心安理得地养着我的儿子, 我恭恭敬敬地待他,不过问,不打脚,本本愤愤地当我的姨娘,这宋宅里,只有一件事让我难受,那就是老夫人始终对我美好脸色,直到赵王华变的那一天,那一年,我二十七岁,他三十二岁,宋家老太爷的丧期刚过,老爷手足了笑,又一缕光鲜地去府衙里上帽,家里只剩了我们三个女人, 带着两个小孩子,照常闭门做针线,突然,就听外头厮杀声震天,夫人连忙打发人出去瞧了瞧,那小厮回来时,吓得鞋子都不见,老夫人,夫人,姨娘,出大事了,赵王叛军进城了,我们彼时住在汝州,是江北的一座大城,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 夫人稳重能干,一身的大家风范,可她毕竟也是个没出过门的女人,哪里见过这种事,顿时就吓得脸色惨白,老夫人跟她差不多,她俩一人抱着一个我的儿子,面面相去,不知该怎么办,更要命的是,我们正发抖时,院门就被铁骑踏破,来人是赵王的副将,她挺客气, 要带走宋义的夫人,宋义是老爷的名字,我们便立刻明白,这是要抓了人质去俯衙,逼大小官员们不战而想,交出汝州的控制权,我第一次见夫人抖得那么厉害,全场哑雀无声,那人健壮,硬样的眼睛就在我们三个身上扫,老夫人头发都白了,她肯定不是夫人,夫人虽然是正主,但她一贯维持大家闺秀的风范, 不肯浓妆,也不肯把头上插满簪子妆刺猬,而我,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妾室,架不住夫人,出手大方,我又好打扮,那一身珠光宝气,确实惹眼,我当时心思赚得极快,如果夫人这一去,死了,老爷再娶一房,未必有她的良善,到时候,后娘搓磨死了两个孩子,我也是活不成的,倒不如, 我去,我命见,死了就死了,对旁人没什么影响,想到这儿,我就站起来,对那个副将说,好,我跟你去,你别伤了我家的女眷和孩子,我忘不了老夫人和夫人当时的表情,好像被雷劈了,两个人四个眼,瞪得比灯笼还圆 往后余声,我想起来,都觉得挂好笑的,后面的事,比我想象中简单,我跟着那副将出了门,才到府衙门口,援军就到了,一番厮杀后,我毫发无损,还捡了受伤的老爷,一路连服带拖地弄回家,事实证明,幸好去的是我,身强力壮,有一把子力气, 要是娇娇弱弱的夫人来托,恐怕身上被捅了大窟窿的老爷还没等到家,就流泻死了,纵使如此,他还是足足休养了三个月,才完全恢复,我其实没觉得自己立了多大功,在青楼里那几年,我的感官都被磨得断了,只晓得活着比死了强,可老夫人和夫人却不这么看,他们简直快把我供起来了,吩咐吓人们, 不许再叫我姨娘,要叫我二夫人,吃穿用肚,夫人有啥我有啥,老夫人还想把我的二儿子还给我,我连连摆手,她和夫人都是名门归秀,我抖大的字不时一箩筐,女孩子我还能教教绣花,男孩子给我干什么,没的都耽误了,我其实也没觉得自己说了多么了不起的话,但是老夫人当场痛哭流涕,说她这个老太婆, 眼光真的不如夫人,当初静叹走了眼,把我当成了那种狐媚的女人,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就摘掉了狐媚的帽子,以后,只要老夫人出门,身边哪怕不带着夫人,也会带着我,夫人也不生气,还费心思教我各种礼仪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夫人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 所以,当老夫人高龄八时,寿终正寝时,对老爷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以后,万一如环梅符,跟我去了,你把心儿那孩子扶正,那是个,好孩子啊,我本来不想哭的,可是老夫人她,叫我孩子啊,老夫人所剩私产不多,大都归到了宋家,独独给夫人留下了一只罗电苗金坛木盒,我觉得那盒子八成是有些晦气,因为夫人拿到守候不久,就怀孕了这一年 她四十岁,我三十五岁,都不算年轻了,我惜命,已经在偷偷吃寒凉的药了 但老爷,夫人娘家,甚至夫人自己,都特别高兴,我也只能跟着高兴,更加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主母 但我的内心是很纠结的,既盼着她别出事,好好生下孩子,以后继续照着我和我的孩子们,又盼着她生个女儿就好了 不然,还不知道她有了亲儿子之后会生出什么坏心思 就在这样的胶着中,夫人早产了,她直着嗓子叫了三天三夜 到最后,都叫不出声音来,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胎儿还只是露出半个头,太医说,她不成了,唯一能保孩子命的办法 就是剖开她的肚皮,把孩子抱出来,老爷和夫人的娘家商量了好久 点了头,夫人很幸运,那个太医正用烈酒擦刀的时候 她断气了,临死之前,她把那只罗电苗金坛木盒,留给了我 然后,拉着老爷的手,说了跟老夫人一样的话 我死后,你把心儿扶正,千万,千万不要娶其他女人 所有人都看着老爷,等她点头 毕竟,这么多年来,大家有目共睹 我深受老夫人和夫人的信任,是家里最有体面的二夫人 夫人身体不好时,都是我当大半个家 我还对老爷有救命之恩 老爷也曾在老夫人的病床前,答应过同样的话 可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老爷他,犹豫了一瞬,然后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 嗯,再绿吧 夫人死了,一场风光大葬,但日子还得过下去 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母 我开始学着夫人的样子 手势不要插满头 衣服上不用过多的文绣 一举一动,不张不扬 大家都说我学得像,从背影上看 跟夫人一模一样 我心想,等我被扶正 还是让下人们叫我二夫人吧 我听惯了 再者,我还是觉得 夫人就是夫人 死了还是我的夫人 可还没等我将这事跟老爷说 他就宣布,他已经找好了续贤 就是城东指挥使家的二小姐 貌若天仙,傲不可言 今年才十八岁 正经的黄花大闺女 我知道她 还是因为城里的传言 她原本羽衣秀才定亲 后来秀才高中举人 就成了高门的东床快婿 跟她退了亲 她于是发誓要嫁给比举人更高一级的进士 还是做了官的进士 正好老爷符合要求 虽然年纪是她的两倍 我默然 正经人家的小姐 的确比我这个妓女出身的体面 十八岁的家人 也比我这三十五的老财帮子吃得爽口 可我受不了的是 夫人刚死一个月 老爷就这么迫不及待 胡伦各地往下咽 但我的反对当然是无效的 又过了一个月 新人进门 我还是那个二夫人 这位小姐姓赵 大名赵瑞珠 从她形势来看 就知道她是个泼辣有主见的女人 所以 她刚刚进门 就大刀阔斧地对院子进行改建 平心而论 她没客扣我什么 拆了我的院子 又补了我一栋秀楼 虽然上下楼不太方便 可她拆了老夫人亲手种的葡萄甲 夫人细心打理的蔷薇丛 老爷对她有种对女儿般的宠溺 笑咪咪任她失伪 于是 她越发胆大了 某日早饭间 直接说 夫人速日礼佛的那个小佛堂 看着圣人 她要拆了 盖个大大的戏台 老爷说 好啊 随你 我当时正站在她身边 低眉顺眼地给她布菜 文言手一抖 差点砸了碗 赵瑞珠哀悠地叫了一声 兴姨娘 你吓死我了 你干什么 一大把年纪了 肚菜也做不来 老爷醋眉 还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我胸口因愤怒起伏 谁也不许拆夫人的小佛堂 老爷 她才走了一个月 新夫人都快把她的家拆完了 赵瑞珠一听这话 筷子趴了一下拍在桌子上 扭头就走了 你发什么疯 老爷也吹胡子瞪眼 这事儿没得商量 瑞珠说拆 就立刻拆 她说到做到 第二天 赵瑞珠就找了人来 昂首挺胸的把正在礼佛的我赶出去 一通稀里哗啦 把夫人每天擦三遍的小佛堂 拆成了一堆废墟 我抱着金佛嚎啕大哭 赵瑞珠就笑着看我 新姨娘 你还以为你是这个家里耀武扬威的二夫人啊 睁开眼睛看看吧 这府里 早就是我赵瑞珠的天下了 我要是那么轻易的就认输 那一年滑遍时 就不可能面不改色的拖着老爷 穿过枪林剑鱼 辅月刀叉 带他回家 我和赵瑞珠的战争就此打响 他心心念念的大戏台落成那日 我带着夫人身边的旧人们 跑到他屋里 砸了个稀巴烂 大家都跟我统一战线 跟我的腰板一样硬 他们叽叽喳喳地表示 二夫人怕什么 你是老夫人和夫人一手培养的 还生了府里仅有的两位公子 强龙他还不压地头蛇呢 我也很得意 自以为报了仇 老爷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顶多骂我两句不懂事 可我们都错了 错得离谱 老爷回家后 赵瑞珠哭哭啼啼地告状 他勃然大怒 命两个管事婆子把我按住 当众打了四十个耳光 在我救了他的命 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曾给我无上体面之后 当着所有吓人的面 打了我四十个耳光 都看着 谁再敢不敬夫人 兴风作浪 就是这个下场 我怀疑我是被老夫人和夫人 养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以前在妓院 接不到客的时节 每天不被包了衣上打通堂 那可是光溜溜白花花的肉露着 客人们人来人往 一个个笑得像死了有钱的爹娘 可那日 婆子们不敢下中手的四十个耳光 竟打得我无地自容 恨不得立刻死了 我双甲肿得吃不下饭 老爷也没来看我一眼 只有两个儿子 做贼似的跑来 戚戚爱爱 姨娘 爹娶心腹是天经地义 总不能真的把你这样出身的女子扶正吧 奶奶和娘都已经去了 咱们都该往前看 你要是真有手段 别拆她屋子啊 悄悄的 让她生不下孩子是正经 这宋家不迟早是咱们娘三个的天下 我承认 她们说的话 我以前也偷偷想过 夫人生不出孩子 这宋家迟早是我们娘三的天下 可是今天 夫人和老夫人亲手抚养的孩子 吐出这样的狗话 甚至怂恿我给赵瑞珠下药 我却气得全身打颤 滚 滚 我和夫人都不是你们的娘 她俩对视一眼 很无奈的模样 哎 你真是被奶奶和娘宠坏了 她俩走了 连商药都没给我带一包 我没吃没喝 孤零零躺了一宿 越想越气 第二天 就让人叫了老爷来 威胁他 你们把夫人的佛堂拆了 我念经都没地方 既然这家里容不下我 我明天就去明光安吃斋念佛 给老夫人和夫人记得 你们谁都别拦着我 我承认 我说这话 是赌气拿捏老爷 我也承认 我真的不自量力 赌输了 老爷头疼的揉着眉心 行行行 都随你 这就给你备车 你满意了吧 被赛上马车时 我心酸的想 我应该说点软话的 我出府时什么都没带 只带了夫人留给我的罗电描金坛木盒 自他去后 万事忙乱 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看 此刻正好打开 原来里面是整整齐齐一层银钉子 约莫有百来两 还有个加层 我用银耳针撬开 里面调出三张纸片 感谢夫人 这些年教我管账 我多少还认得几个字 知道大的那张 是一千两的银票 而另外两张我瞪大眼睛 另外两张 是身份证明和录影 一个全新的身份 一张期限永久的录影 我的手有点抖 拨开银钉子 又在盒子底下发现一封信 阿秀舞女 见字如物第一张信指以泛黄 是老夫人的母亲留给她的一封信 大意是说 如果宋家过不下去 可以利用那身份和录影 改头换面 到远方去 第二张信指 是老夫人留给夫人的信 除了将抬头的几个字 换成如环无席 见字如面之外 内容一字不差 第三张信指我仿佛预感到什么 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打开 果然是夫人的自己 心而无媚 见字如面 一向羽媚和睦 不亦子抚缘宝浅 不得相守终生 唯有此何相赠 来日送家若妇辱 全为逃脱之子我想象不出 老夫人的母亲 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 替女儿准备这个盒子 也想象不到 老夫人又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 把它留给夫人 更想象不到 夫人又是在怎么样的迷惘和痛苦中 把它留给我 来日送家若妇辱 全为逃脱之子一模一样的三句话 传了三代 老夫人和夫人都是归训好的归秀 人生的困难 他们默默忍耐 又以一种淡然的态度 为后背撑起一片天 那我呢 突然之间 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自己 仿佛还背负了另外两个人的人生 马车还在走 咕噜压过枯叶遍布的山路 嘻嘻苏苏作响 正是一年秋好时 晴空万里 必消九重 远行的大雁掠过天际 而我 因为跟新曲小娇妻的丈夫赌气 正要被送往寄疗的寺庙 是我的错 是我飘了 是我不休女德 不守父道 我应该好好地在庙里念几天佛 然后 跟老爷认个错 回到宋家 守着我的两个儿子 学老夫人 学夫人 平心静气地到老 然后将这个盒子 传给下一个不幸的女孩 我努力地回想着老爷的好 想她跟我出见时 枝栏玉树 想她为我抗争时 抬头挺胸 想我的年纪 我三十五岁 大儿子已经十九 二儿子已经十五 都是马上要娶媳妇 我要做奶奶了 怎么想 我都应该消消停停的 可下一刻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撩开帘子 停一下 我想解手 我 一个妓女出身的老姨娘 在送走了老夫人和夫人后 带着她们留给我的那个盒子 逃跑了 我漫无目的 不知去往何方 被关在四方的宅院里二十年 外面的世界繁华地让我推打站 好在 因为目的地是寺庙 我穿得肃静 戴得寒酸 走在人群里 像个三十出头的管家娘子 不曾惹眼 不知不觉 走到渡口 我听到船家在喊 往江东的有无 往江东的有无 她说话的音调有点熟悉 恍惚间 我记起 我的故乡 也说着这般无农软语 我就朝她招招手 有 农往江东呀 是啊 铜田几多 两千文 早起里行 夜快点到里 我琢磨了一下 反正也没地方去 倒不如 夜落归根 于是从荷包里取出二两银子地上去 两千文当船费 若还有剩 就烦请船家给我弄点小菜 索性 是个实在的船家 不曾说谎 果然是搜快船 早上出发 夜里就到了江东的荣州 两位夫人给我留下的银钱足够 我上岸后 打听着到了牙刑 很快 就租到了一户人家的乡房落脚 那家人姓李 家里是一个瞎眼的老娘 一个丧妻的壮汉 一个在意亲的小姑子 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娃娃 见了我 难免打听些来历 我就笑着告诉她们 我就是这荣州的人士 姓成 叫云娘 早年间嫁了一个商人 跟着她去了江北 去遂商人外出经商 不慎落水而亡 尸骨无存 我一个女人家 在江北存身不住 就回了故乡 这是一家子的老实人 听我这么说 都心疼愧叹 还热心地帮我跑腿 用那张假身份 做了新的户籍 我就在这地方扎了根 扎根了 就要生存 荣州四通八达 繁华更胜汝州 有钱人甚多 手指缝里露出一点来 就够我日常的菱花 我身无常物 只有梳妆醉在寒 思来想去 不如做个书头娘子 银瓶书 十六书 宝珠书 缠病头 我刚被卖到妓院 还没挂牌那会儿 每天都要给挂了牌的姐姐们书 到现在也不曾忘 我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李家小姑李玉兰 她出嫁那天 我熬了半宿 给她说了个最复杂的九环旺仙计 说一下 嘴里说一句吉祥话 等次日一早 她在众人面前一露面 一下子就引来了如海似仇的惊叹 轻轻瞧瞧 让我这个书头娘子美名远扬 第一个月 我接了四位娘子 第二个月 翻成八位 第三个月 二十三第四个月我休息 因为第三个月做了太多活 手酸的不像话 李家老太太知道后 就推她那在医馆做工的儿子驴食 后者红着脸 来替我针灸一番 还死活不要钱 她的心思 我知道 我三十五岁 做姨娘贤大 做续贤正好 可我不想跟二十年前一样 急吼吼抓住一个男人 就把他当就是主的神话 因为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我已经知道 我一个人 也不是活不下去 只是 偶尔回想起老夫人和夫人 这两个一辈子困在四方府宅里的女人 不知道她们在天上 过得好不好 有时间 不妨到我梦里 跟我见一面 我的生意慢慢的稳定了 一个月 总能接十五六个书头的单 一次收钱二百文 这一个月也能攒下三四两 一个人花 绰绰有余 还能积攒下不少 都不用动我存在银号里的一千二百多两银 就这样 悠哉悠哉的过了半年 某日梳头回家 我才一进门 忽然一个高大的青年冲到我面前 不由分说 抱住我的腿就喊 姨娘 我吓了一跳 细细辨认 发现竟是我的大儿子 他风尘仆仆 明显赶了许久的路 抬头看我时 眼睛湿润 嘴里却抱怨 姨娘 你怎么这么任性 不就是跟爹吵个架 说走就走的 那些娘留下的管家娘子们 都不服二娘的管束 都说是她把你害了 弄得家里一下子炸了锅我呕了一声 轻轻推开她的头 你是哪家的孩子 我没服 生了两个儿子都没养住 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她的哭嚎一下子停了 十八九的大小伙子 诧异地看着我 姨娘 你说什么呢 爹为了找你 快把乳州城翻遍了 好不容易从渡口打听到你的消息 急忙派我赶过来接你 她还说 不就是个小佛堂吗 你舍不得 她另外给你盖一座就是了 我看着她那理所当然的模样 很想摇头 告诉她 不是地 我离开 跟那座小佛堂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累了 倦了 恰好看到夫人留给我的东西 就离开了 仅此而已 可开口 我依然温序地告诉她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再要纠缠 我就去报官了 而这时 李玉石也听到消息 赶回了家 她到底是个男人 比我这女人家有些利器 上来拉扯 几下就把个大孩子撕扯开 扔到地上 我急忙制止了她 转身从屋里 取出新的户籍 给大儿子看 我不知道你姨娘姓是名水 我姓程 叫云娘 先夫姓赵 是个范部的商人 我就是这荣州城的人士 不知道你要找的姨娘是哪里人 她一下子就卡了壳 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哪里需要知道 生她的亲娘是何方人士呢 宋大少被乡林们撵走了 李玉石甚至压着她去了渡口 亲眼见她上了船 再看着那船走出百十来里地 这才回来 不大好意思地道歉 说她在医馆给人爱酒 一时回来晚了 这倒是挺新鲜 我活了大半辈子 还没听男人向我道过歉 为了感激她仗义相助 我就给她的小女儿鸦鸦 做了一套紧断的衣裙 打扮得像个善财童子 若去梳头的路途不远 就雇个驴子 带着她去见世面 李老太听见我逗小丫头娃 笑眯了眼 不日喇叭 她摸索着熬了一大锅卖芽糖浆 给我送来一罐 造王爷今日上天 这是供奉给他老人家 叫他上天演好事 来年才太平呢 可这造王爷 他的矫程是真有点慢 还没等他给我带来太平 这小院里 又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是多日不见也未叫人想念的送意 她有点胡子拉叉 身上的衣裳眼熟 仔细一想 是夫人去世前 我们俩已在窗边 你一针 我一线 一边说话 一边给她做出来的 那时候 日影轻 夕阳长 夫人挺着运渡笑 仿佛未来无限 我叹口气 那时候啊 真是很好 很好的时光 见我露出怀念的模样 宋义就要来拉我的手 心儿 咱们都老大不小 半截入土的人了 别玩小孩子这一套 跟我回家吧 我后退一步 没让她挨到衣上边 还故意左顾右盼 坐找人状 这位官人 是在跟我说话 她愣了一下 语气有点凶 心儿 你别总给自己弄没脸 上次我打你 就是因为你不依不饶 不知好歹 我看着她 不说话 她的语气就软了下来 不过 那天也是我在府衙里 受了上官的气 心情不佳 并不是发自本心 你想想 你嫁给我这二十年 我可曾动过你一根小指头 我差一点就要点头表示同意了 我在青楼里时 曾见过各种各样的男人 暴虐的 粗鄙的 无耻的 色力内忍的 相比较而言 宋毅容貌不差 家事出挑 为人正直 脾气温和 可是啊 她不知道 再好的狗 还是狗 狗改不了吃屎 我一招被狗咬 十年怕狗毛 我又拿出我的户籍来 给她看 认真地告诉她 我不是她要找的那个姨娘 我真的没说谎 我用着夫人的姓氏 老夫人的名字 我自己的籍贯 我是一个全新的人 跟那个没有姓氏的心儿 没有一点关系 可笑她完全没注意到 或许她已经忘了 夫人姓什么 也根本不知道 老夫人叫什么 她仿佛在强压着脾气 你这户籍分明是新办的 你使了多少银钱 若让上头查出来 你跟那牙役都死无葬身之地 我听她这么讲 就干脆带她去见牙役 牙役很无语 这位娘子身份证明 急路隐俱在 小的反复核查无误 这才给她办了新户籍 这位狼君 你怎么凭空乌人清白 我很配合 将那张泛黄的身份证明 和录影拿了出来 宋义难以置信地接过去 翻来覆去地看 看得眼睛都红了 目光里都多了几分 自我怀疑的恍然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牙役趁机说 这身份证明 泛黄卷编 一看就旷日久矣 就算这位娘子要伪造 也得提前至少十年 狼君啊 你刚才可是说 十年前 你跟你家姨娘如交似妻 秘礼调油 既如此 当时她又怎么会 伪造身份证明呢 一句话 把宋义问倒 她支支吾吾 答不上来 一个男人 大约永远也不会想到 她的母亲和妻子 都曾于灯火阑珊的午夜 密谋过一场盛大的逃离 太盛大了 宛若节节攀高的烟火 最终消失于天际 再也不见 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 她细细端向着我的脸 语气里带了游移 我再瞧瞧 似乎 跟我那妾室也不完全地向我笑了 你瞧 男人 自以为绝对理智的 男人 后来 还是牙医们把宋义赶走了 我回到李家 继续做我的书头娘子 当李玉石坑坑痴痴 再次举着一枚晶莹剔透的白玉镯送到我面前时 我答应了她的求取 不是因为我第二次踏入同一片沼泽 而是因为 这一次我已经具备了随时离开的勇气 成婚第三年 我在巷子口 捡到了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就和鸭鸭一起 养在我身边 平日里 我再就跟李老太一起 坐在门槛上 就着悠悠的日影 慢慢做活 两个孩子在门前 你追我赶得玩耍 这天 巷子口却格外热闹 李老太好信 颤巍巍地去打听 才得知 是朝廷押送汝州救灾不利的罪犯流放 陆京荣州 引得大家都跑出去看 真是倒霉啊 这天灾人祸 谁能料到 听说 咱们皇帝陛下脾气很好的 那天是正好受了太后的气 心情不好 这才发怒 把地方官们统统流放了 是好几家呢 有姓张的 姓王的 还有姓宋的听人说 这姓宋的艳福不浅 四五十岁的人了 身边除了两儿子 还带着一个才满二十岁的续贤 我豁然站了起来 从屋里拿点东西 追到巷子口 正巧看见宋义带着两个儿子 手铐脚料俱全 正缓缓地沿着街心走过 后面的故事就更俗套了 三百两 我当年的熟身前 宋义一愣 定定地看我好久 突然发出一声嘶吼 你骗我 你就是星儿 我没回头 隐约听见押送将士们的斥责声 他是做上宾的时候 都没人信他 现在他是阶下囚 更没人肯信了 我和他前缘两清 夫人和他前缘已尽 我们俩和他 以后啊 都不会再见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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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